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由小剧给您带来的长篇事情小说 金平梅 这里有雅有俗 有您知道的 亦有您不知的人间百态 难关 如您未满18周岁 请自觉力 欢迎各位听友的收听 金平梅 哀啦 各位听友大家好 我们继续书接前文 上回书咱们说到 这留婆子的丈夫 是吧 这一个古墓人 这个盲人 过来就替潘金莲算是看上一挂 看看如何解决潘金莲 在家庭当中所遇到的这些困惑和种种窘境 那潘金莲听到这古墓人 这个盲人给说的呢 算是头头是道 是吧 因为咱前文书说了 这古墓人天天就以这算命 这解八卦为生 那自然对于这种小妇人 这种小妻妾 他们心里的想法呢 其实是心知肚明 所以就很有针对性的有的方式 是吧 针对他的问题 提出了很多办法和这个方案 那这潘金莲于是便急于求成 是吧 就问这个这个古墓人说 不知道先生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 我在家庭当中所遇到的这种困惑 能够让我的这个丈夫更爱我是吧 这个不打我呀等等这些 这古墓人说啊 这个办法倒是有的 那这样你听老夫一言 老夫呢给你一些建议 是吧 那这个建议是什么呢 于是这古墓人便告诉潘金莲说 说你拿木头啊 磕两个小人 是吧 磕这两个小人之后呢 你把它塞到这枕头里边 那这两个小墓人呢 其实一个代表的就是你 另一个呢 代表的就是你家的这个大观人 西门大观人 那在西门大观人的这个小墓巷上呢 你需要做一些手脚 是吧 需要处理一下 怎么处理呢 首先你需要用纱布蒙住这个小墓人的双眼 然后呢 你需要用艾鳩 是吧 这个艾蒿啊 去填满他的这个心脏 然后呢 用针那缠到他的手上 最后呢 哎 你把他这个脚呢 脚用这个胶 胶水是吧 给他这个粘住 那潘金莲说 说大师您说的这个特别好 是吧 我一听一看也非常有这个深意 肯定对我未来是有帮助 但是不知道大师 您能不能帮我解一解 您这四个步骤 究竟要起到一种什么作用 能对我起到什么帮助呢 哎呀 这古墓人这时候来精神了 说小娘子是吧 这个 呃 您有所不知啊 那我所给的这四个建议呢 非常好 非常棒 是吧 能够帮你解决这种实际的问题 因为首先 我们用纱 去蒙住这个小墓人 西门大观人的眼睛呢 是什么 他这个目的就是为了 让西门庆再次睁眼看你的时候呢 永远就像看陈渝洛艳啊 看这个西施一样 觉得你就是特别的美丽 你是天下第一美人 那认为你是最美的 最棒的 所以说这种出轨的概率啊 或者说在找别人的概率 就非常的低 那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用这个爱好 是吧 做他这个心脏 那什么目的呢 是为了让他爱你永不变 是吧 这心里边只有你 只爱你一个人 那第三点呢 是在手上放满针 那什么目的啊 让他下次想打你的时候 他抬不起手来 对吧 如果他抬手打你 自己的手呢 就如同挣扎 那这是第三个好处 第四个是什么 脚下给他抹上胶水 这目的又是什么呢 脚上抹上胶水 就把这人沾得牢牢的嘛 让他逃不掉 摆脱不掉 这个潘金莲的这个 这个是吧 如胶似漆 那所以说 就把它粘合到 这五娘的房中 哎呀 潘金莲听完这个解释 是吧 这个心里边 就有如重石落地一般啊 这个心里非常的爽 非常的敞亮 对吧 于是便凑出来一两银子 交给了这个古墓人 那咱一直讲这一两银子 其实是不少的一笔收入啊 是吧 如果现在哪个和尚老道 给你算一卦 给你算一命 你能赏他这个几千万八的 这种银钱的话 那也是 还是非常有面的一个事 对吧 所以说 潘金莲也非常舍得 自己的这个投入 那因为这个算命说的好嘛 那于是经过这番处理之后 那潘金莲果然 按照这个古墓人的要求 是吧 用沙蒙眼啊 用爱甜心啊 等等这些吧 就经过了一番处理 然后这西门庆果然 就在他的房中 哎呀 住了这三天三夜 那这三天三夜的时间呢 也是这个是吧 似水如鱼的 简直两个人相濡一摸 过得非常的和谐 是吧 这婚姻生活过得非常好 那话说 真的是古墓人的这个手段 和方法起到了作用吗 其实我倒不这么觉得 因为这个事嘛 哎 也符合常理 为什么呢 因为我认为 这个事属于什么 叫做近人事而听天命 那虽然这古墓人给你出了方法 说你按照这种种方法做 这西门庆就可以对你死心塌地 对你特别的好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 潘金莲因为心里边受到这种 积极的或者说良好的这种方向的 这种引导 所以说他认为我能够做到 那从另一个方面上来说 那潘金莲势必就更加的积极努力 去迎合西门庆 那与其说自己这方面进了人事 那另一方面听天命这块呢 这古墓人又给他出了这些办法 所以说他真的就缠住了这西门庆 是吧 这三天三夜 良好的这小关系出的就特别的好 那其实从本质上讲 也是潘金莲自己努力的结果 没有自己的努力 我相信这两个小墓人呢 其实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好 那这段故事呢 就算是暂时告一段落 是吧 这个 哎 这时光荏苒 是吧 岁月如梭 话说这么一天 哎 这个月娘呢 哎 在家里就把西门庆喊到房中来 这西门庆过来说 这个月娘什么事啊 是吧 你说一下 这月娘说呢 这花家隔壁的花家 花子虚家那边送来一封书信 呃 说要交给你看 你过来瞅瞅吧 这西门庆拿了书信 哎 顶惊一瞧 发现这上面呢 是花子虚 写的一封邀请函 是吧 邀请西门庆干嘛呢 说邀请西门庆啊 跟我一起去这个 这个后巷 这吴银家呢 哎 一起去办点事 哎 这个也不要推辞 一定跟兄弟我一起去一趟 这西门庆听到这呢 真是觉得花子虚 这个兄弟也不错 是吧 为人也比较敞亮 而且呢 在朝廷之上 是吧 这花太监的侄子嘛 那在朝堂之上 还是有一丁说道的 这西门庆呢 那自是要 这个好好陪着这个兄弟 那于是呢 就跑这个花家 那准备去拜访一下 这花子虚 看看究竟 要到这吴银家 是干什么事 那话说 来到花子虚家呢 还正好赶上 这一开门 一推门之间 那恰好和里边 正要走出来的一个人 就撞了一个满怀 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花子虚的媳妇 是吧 李平儿 那听到这个 鼎鼎大名的名字 各位肯定这个了解到 是吧 这一对孤男寡女 马上就要发生一些事故了 没错 这好事即将发生 那话说 这两个人 创了一个满怀之后呢 西门庆定金观桥 那你想是吧 这一男一女 创了一个满怀 这个对于女人 可能是受到一定的伤害 那对于西门庆 这种大色狼来说 那简直是占足了便宜 是吧 你想啊 这个李平儿 咱说肯定是非常漂亮 这点是定下来的 因为之前咱说过 他曾经是作为这个梁中书的妾 你想啊 这梁中书什么级别 那个政治级别和行政级别都非常高 所以说他找的小妾 那自是非常美艳如花的这么一个人 这个很正常 对吧 那话说西门庆定金观桥一看 发现这李平儿呢 长的其实是一个武短身材 你说他以前见没见过 也见过 只不过和花子虚一起看的时候嘛 哎 这总是不是太好意思 你仔细看人家媳妇嘛 这事儿 还在刀德上 他也站不住脚 对吧 那于是西门庆仔细观桥 发现这个李平儿 是一个武短身材 然后呢 瓜子脸是吧 非常的漂亮 就是有点像现在说的这个蛇精脸 那虽然这个身材矮小呢 但是长的还却非常白净漂亮 脸上一副这个标志的这蛇精脸 这个身材呢 也可以想象 也还是非常不错 对吧 那话说这个 这个撞了个满怀之后嘛 那彼此啊 彼此之间也算的是 问了个好 道了个万福 是吧 说这不好意思 冒状大观人 这大观人呢 也说这不好意思 唐突了美人 是吧 那于是两个人便唠叨了一起 那话说这李平儿呢 一直觉得 哎 这西门庆嘛 咱前文书也讲了 这西门庆呢 是一个富二代 而且呢 还是一个艰苦奋斗的富二代 是吧 自己非常的努力 非常的勤奋 而且前文书在他 炮潘金莲这一功夫 咱讲了 潘吕邓小贤 你从为一个这个男人的角度 对于女性的吸引力 他也是非常的强悍 那所以说李平儿 看到西门庆之后 那自然是有一些 不能自持 这个事也是很正常 那于是 这个李平儿便 极尽能事的 夸奖一下西门庆 也说西门庆啊 说这个大国人人 是吧 你比较好 还比较顾家 那经常呢 这个虽然也去这烟花柳巷呢 出去玩 但是你回家呀 和我们家那口子不一样 是吧 他们家这口花子虚 动不动住到这寄院里呢 这个三五天啊 半个月就不回家 所以说这个事和西门庆一比啊 那真是相形见拙 那李平儿就跟着西门庆说 说这个大国人以后还要照着我们家这花子虚 是吧 他如果说在这烟花柳巷之地呢 这个玩的太深太重了 哎 你能不能帮我劝一劝 哎 也给他劝的 他早点回家 哎 这样也好 是吧 那西门庆听到这呢 哎呀 自然赶紧是满心的应成 也答应他 是吧 说这个 哎 你看你说的特别好 也说特别对 那我呢 也一定帮这个花子虚 对吧 谁让我们是好哥们呢 啊 而且呢 这个你看 他这个媳妇 你看长得端庄秀丽 我这兄弟呢 在外边 哎 这事办的 其实也是确实不对嘛 家里边这么好个媳妇 为什么还总出去吃喝玩乐呢 对吧 那话说 两个人正在交谈之际 这个时候花子虚回来了 是吧 花子虚回来 当然没有多想嘛 因为两个人毕竟也没有干嘛嘛 只是简单的盘谈几句 这个也很正常 那话说呢 这花子虚就跟西门庆说 说我们现在啊 一会儿咱就去这个 勾兰后巷的这吴银儿家 那这吴银儿呢 其实前文书咱说过一次 这吴银儿是和谁一起出来的呢 是和这个李贵姐 他俩一起出来的 是吧 当时 这不找两个粉头吗 一个就是这吴银儿 另一个是这个李贵姐 那话说 这吴银儿在家里边 是吧 要干嘛 要过生日 那这个 为什么花子虚要去呢 那其实说白了 这个吴银儿的身份啊 就是这花子虚 当时包养的这么一个人 那其实和这个 是吧 和这个李贵姐的身份还不一样 那李贵姐呢 对于西门庆来说 那西门庆其实是相当于在外边包养的外访 那这是也算是一个媳妇的身份 是吧 尽管是一个小姐 但是也是一个媳妇的身份 但你等这吴银儿呢 其实只不过是这花子虚 包养的这么一个小姐 那这个身份呢 就是相当于有一个 这个李贵姐呢 是属于正式边 然后这吴银儿呢 是属于这种合同制 是吧 基本上就是这个概念 那讲到这个 说这个这个吴银儿 其实是这个花子虚包养的这么一个人 就让我想起了一种什么状态呢 就有点像前些年 我曾经去过一次泰国 是吧 那个帕塔亚 是吧 这个巴提亚 这个地方非常美好 而且呢 非常羡慕这些这个 金发碧眼的这个 这个老外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去到那之后 那因为人家年假比较长嘛 一个月 两个月的时间 那他们在那去办一件事 这事是什么呢 就是在当地 包养一个当地的小太妹 那这一段时间呢 就作为自己的媳妇 哎 其实你看到这 那和这个花子虚 所包养的这吴银儿 其实就是一回事了 是吧 这个是一曲同工之妙 为什么 就是我在一段时间 要包养的这个人 那和这个李贵姐和西门庆 咱说了 还是两回事 这个李贵姐其实已经是归属于西门庆 这么一个身份了 好 那这个说 为了吴银儿去庆生 西门庆听说 说这个事啊 既然你说你在外边 现在暂时包养这么个小媳妇 那你要去给他庆生 你也得早点跟我说 是吧 那我得带点银子 是吧 拿个份子钱吧 于是便吩咐小思戴安 回家取了这五钱的份子钱 那话说呢 这晚上的时候 是吧 在这吴银儿那 吃了很多 喝了很多 这西门庆呢 因为惦记李贵儿 跟他说的那番话 那这个一席之间呢 这个西门庆 就一直在这前思后想 说李贵儿 为什么跟我这么讲呢 而且建议我说 经常把这花子须带回家 是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花子须 经常在外边棉花 素柳的时候 建议我偷偷的跑过去呢 哎呀 于是西门庆 你想啊 自己这个越想 这心就越活络 越想呢 这心就越花 其实这个事 咱也说得符合正常 是吧 因为西门庆 首先非常自信嘛 他自信来自哪方面 那钱文书 也不止一次的讲了 他这个艰苦奋斗的 这个富二代嘛 而且自己 这非常有能力 有钱 长得又帅 这活又好 是吧 所以说哪个女人能不爱呢 在这方面 西门庆的自信 那我也完全的相信他 是吧 所以说他胡思乱想呢 哎 你也别说他没道理 那于是西门庆便想尽办法 哎 想到这之后 就是想尽办法 把这花子须呢 尽量的给你灌醉一些 是吧 你喝的越多 你喝的零丁大醉呢 是不是我 这个晚上送你回家的时候 兴许 我就能探出更多的这个虚实 得到更多的这个便宜 和李平儿之间呢 早日是吧 鼻齐飞 重成眷属 那话说 这西门庆就把这个花子须给灌多了 那灌到晚上半夜的时候 哎 就没办法 答应了李平儿嘛 就拖着这花子须一同返回家中 那这李平儿啊 见到西门庆把自己的丈夫拖了回来 是吧 钱万谢 感激涕零 哎呀 各种感谢 说这个大国人你真好 是吧 你看我们这个喝的还灵丁大醉 如果不是你劝啊 我估计这还不能回来呢 西门庆听话直言嘛 是吧 马上就说了 哎 说这个事啊 果然是如此啊 我要是不在旁边劝 你知道下一步他去哪了吗 还有一摇解 是吧 还有一个粉头 叫做什么 小名叫做郑观音 哎 这个小女子长得也漂亮 那这个 我这兄弟啊 非要上这郑观音那去坐一坐 是吧 到他那去住一宿 哎 死活就不回家 但是幸亏我啊 这想起来这个 哎 这个是吧 想起平儿你对我的嘱托 我不能这个辜负你的一番心意啊 那于是呢 我这是死活赖活 我就终于把他拖回来了 也算是给他劝回来了 那李平儿说啊 说 哎呀 这大国人 你的这个说法和做法 我非常的感动 是吧 哎 那下次呢 你经常这么做 我呢 这小女子 这也无以为报 一定会重重的报答 你对我们家的这个恩情 那究竟怎么报答呢 西文庆听到这就越听越胡思乱想 是吧 哎 这万一是以身相许呢 哎 这以身相许不可以 万一是这个投怀送抱一次 也是好事吗 对吧 所以说西文庆 哎呀 便大大的应允下来了 那于是李平儿也是大胆的嘱托嘛 说以后我们家这口子如果在外边喝多了 哎呀 还烦请大国人多多帮忙 对吧 那话说这一夜呢 这西文庆把花子虚送回家之后 自己因为这个花子虚已经回家了嘛 你总不好意思在这个时候 跟人家媳妇怎么缠绵 这个事不太恰当 不太妥当 对吧 所以说西文庆呢 便选择了自己回到家中 那回到家中之后 那之后的三五天时间里 这西文庆呢 便有事没事的 就往这花子虚家门前 哎 溜一溜 因为他是了解这花子虚的这个 哎 起立作型的时间的是吧 而且呢 他手下还有一些小弟嘛 你比如说这个谢西大 应伯爵这些人 那经常可以控制着这个花子虚 去哪玩 在哪玩多长时间 这西文庆其实心里是有数的 所以说逮着花子虚 不在家的这个功夫呢 这西文庆就总往人家家门前 跑来跑去 那话说呢 这个狼有情 妾有义 对吧 这个李平儿呢 没事的时候 也总跑到自己的门前 去张望 就等着看西文大官人 能不能在这 还路过一下啊 创造一次邂逅啊 等等这样的机会 那在三五天的时间里 是吧 这两个人 这个孤男寡女 经常的这种对望的过程当中呢 彼此啊 其实也可以说就心照不宣了 是吧 对于彼此之间的这个感情 只是差了一层窗户纸 就是一捅即破 那书中原文叫做什么 叫做不言之表 什么都不用说了 那只要机会成熟 这个孤男寡女走到一起 这个只不过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那话说呢 这么一天 这个李平儿就再次请西门庆来到家中 这西门庆心里边异常激动 是吧 来到李平儿家中呢 还就打探究竟是什么事情 这李平儿款款走出来呢 说这个我家这花子虚 是吧 在外边又喝的是零丁大醉 而且呢 这好几天不回家了 不知道这大官人 您能不能帮我去劝一劝 看看能不能把花子虚给劝回来 那于是西门庆说 小夫人既然有所托 那我这个大男子主义是吧 作为一个大男人 我坚决不能推辞啊 于是西门庆便爽朗的答应了下来 那究竟这一番把花子虚 是否劝回家成功 又后世发生了哪些奇妙的趣闻呢 我们下次再说 谢谢大家